夜光泥俗称会发光的史莱姆 是在制作史莱姆时加入夜光粉而制作而成的 这些会在夜晚发光的泥不但发光 还具有史莱姆则欲强则强的色性 十分好玩 老外想到新玩法 准备制作一个通关小屋 和好友进行比赛看看谁更厉害 为了这个屋子 他可是下了血本 准备了800斤的夜光泥 一车厢的夜光泥被老外们一块块搬入房间 放在各个位置 没有外面的作用 夜光泥越来越柔软 最终变成了一团液体一样的东西 不停地从高处流下 一时之间就看见屋子里像雪糕融化一样 变成了黏糊糊的模样 还有些恐怖场所 老外在屋子里安装各种机关吊绳 让人方便加速地行走 并也沾上夜光泥 刚开始进入房间的老外们还是比较小心 全部顺利通过考验 或许觉得这样不太过瘾 老外们蒙上了眼睛 在屋里一会乱闯 乱闯的结果就去打钢了 地上墙上的各种物品 不让屋子各种凌乱不说 自己也掉入夜光泥中 虽然掉落却没有任何限度其中 而是像掉在了地面上一样 看来这是取莱姆的特性发挥的作用 让你老外不至于太过狼狈 在这个老外捉死制造出的小屋中 大家玩的很惊醒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在这里了 拜拜